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认识一下PWM光链方式 PWM光链方式呢 也叫脉冲宽度调制 在有些电路中 通常用BUCK或者是SMPS 表示 那么PWM光链方式呢 它由四大元件组成 通常有PWM芯片 有MOS管 有电感和滤膊电容 那么在实物当中大概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板 同边红表笔所指的就是电感 就是旁边呢是两个MOS管 然后后面呢是这个电容 电感后面的电容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三大元件 MOS管 电感 电容 那么芯片呢 在背面 这边有PWM电源芯片 那么 那么 这个两个MOS管呢 它又分为上管和下管 通常 这个芯片 上管下管 其实是很好区分的 上管呢 它是 D级连接供电 上管的S级 连接电感前端 连接下管的D级 电感后端呢 连接滤膊电容 也就是输出端 在实物中 我们如何通过 万文表 快速找到上管和下管呢 这个其实很好判断 只需要去测两个MOS管的S级 上管的S级跟D是不相同的 不接地的 只有下管的S级是接地的 打个比方 我们看一下实物中 首先呢 万文表打了二级管档位 然后 测的时候 红表比接地 红表比接地 意思就是接在螺丝孔 然后测这两个管的123角 先测这个123角 这个123角 对立组织有8 说明这个没有完全对立 那测另一个123角 这边123角呢 已经为0了 那为0的这个就是S级接地的 那这个就是下管啊 测在这边呢 这个是下管 另一个123角呢 是还有8的组织 只要没有完全对地 那么它就是上管 完全接地的 S级完全接地的就是下管 因为这个是给CPU供电的 它的组织比较低 这是在实物中如何判断上管下管 电感的前端跟后端很好区分 那么这个电感连接MOS管呢 这头是前端 连接电容这一头呢 是后端 那在我们的实物中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电感 它在前面连接了上下管 后面通过这个线路过来 连了6波电容 那连接电容的这一边就是后端 连接MOS管是前端 我们这个电感呢 它是跟我们的电容的正极相通 跟正极相通 为零 看到没有 电感跟电容的正极相连 这是绿波电容 这是我们在实物中如何去区分 这个电感前端后端 以及上管和下管 好 下一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那个PWM电容的工作原理 那么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个芯片 上管 下管 电感 电容 这是组成PWM供电的一个四大条件 四大元件 上管的低级 连接的是公共点电压 下管的S级是接地的 那么上管的123角连接电感 下管的5678角连接电感 这是电感前端 电感后端连接电容 所以你如果熟悉的 很熟练的 可以不需要万用表 肉眼可以直接判断上管下管 电感前端后端 新手入门的话 可以借助万用表 再来看一下左边这个电感 左边这个电感 连在这边 这边是上管 上管的D级连接供电 上管的123角S级连接电感 同时S级还连接下管的5678角D级 下管的123角连接电容的副级接地 这是很简单的 电感后端连接的是一个绿波电容正级 这是我们在实物中 要学会这样去判断 谢谢大家